各位同學,我們再看看中三下學期第一份工作址 溫度與溫度計怎樣做 第一條,你見到家榮準備要教準一支溫度計 在不同的溫度下,讀到不同的長度,記錄下 我們怎樣把這些數據放在表中呢?很簡單 第一,如果0度是3cm高,你按照格 0度是3cm高,其實你需要把每一個格都標出來 20度是11cm高,已經是這個格 40度是20cm 如此類推,60度是28cm 80度是37cm 最後100度是45cm 就是這個位置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我需要用一條直線連起它 還有因為網絡電子的方便,我就可以這樣移動 同學記住,如果它們差一點,不是在同一條線上 我們就盡量把那條線,那條線是要盡量接近它每一點的 所以你看到大約就是這樣 這樣就應該都幾靚仔的了,整件事 好了,接著做法就是什麼呢? 我畫完了 好了,接著現在就畫了 如果將這支溫度計放合小杯的長度是24cm 那怎麼看呢?那我就在24cm那裏打橫拉條線過去 當我一碰到條線,再放回去 其實呢,正好這個顯示當然是50度C 所以呢,根據線圖,所以我要畫這些線出來 這本水的水溫是多少呢?那我就會用T等於50度C 那就完成了我第一條了 好了,到第二條了 這次就沒有叫你畫圖 那怎樣處理呢? 好了,現在就畫了 將這個溫度計放入融化中的冰 融化中的冰,你知道是0度C 它的長度就是3.2cm 接著,輝水,你知道是100度C 長度就是15.7cm 用回我教你的公式 那如果記住做物理呢 就是公式代數和答案這三步的 好了,第一步 那我先寫公式先 Xmaximum-Xminimum X是個量度值 它是長度變左角度等等的東西 除回Tmaximum-Tminimum 就會等於X-Xminimum 除回T-Tminimum 好了,那有些什麼我們是已知的呢? 其實條題目給你 你記住左邊是提供的東西 給你最低的溫度和最低的直痛 那我們從maximum開始看 它給你最大的直 我將這些寫出來 給你最大的 給你最大的直是什麼呢? 好了,Xmaximum 現在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15.7cm 好,它對應的Tmaximum 就是廢水來的 就是100度C Xminimum 比你的最小值 量度值 就是3.2cm 它對應Tminimum 就是等於0到C 我有這些資料 題目叫我們找些什麼呢? 如果它說放入一杯水裡 長度是10.6cm 即是說現在 X等於10.6cm的時候 它對應的T是什麼呢? 當你寫到這幾塊東西 其實整條數就很容易做了 我將它代入公式 然後代入公式 所以15.7-3.2 除回100-0 右手邊的後面部分 只要你前面沒有代錯數 後面就是一同一樣的 前面是什麼? 那現在X就是10.6cm 分母就是T 那你就有這幾步了 所以減出來用計數機 12.5-100 就等於分子這裡是7.4cm 除回T 繼續解釋 12.5T 就等於分子 乘7.4cm 所以T 就等於分子 59.2cm 記住要有單位 是導師 好了 接著去到B部分 B部分留意了 其實前面的東西 這一部分的東西 是一樣的 變的只是後面 現在他就問你了 如果T 是等於-4-C 那量度到的長度 應該是多少呢? 就是這樣了 那我一樣 做回公式代數答案 x-maximum-x-minimum 除回T maximum-t-minimum 就等於x-x-minimum 除回T-t-minimum 好嘅 左手邊其實上面我們做過一次的 我們直接可以放這東西下去 所以12.5除18 就等于现在的X值是多少 现在的X值是不知道 减3.2除现在的温度 负4减0你就有这个步骤了 接着就做下去了 做下去之后我怎么做呢 其实负4减0是负4乘12.5 即是说50除18就等于X减3.2 50除18这里是0.5来的 等于X减3.2 搬过去X就等于加回它了 3.2加0.5 sorry 这个呢看看先 这里是负的对不起 因为负4乘上是负50 所以负0.5 3.2搬过去 3.2-0.5 这里是0.7 所以X呢 sorry这里是2.7 我们先更正 这里是2.7 所以X就等于2.7cm了 这条数我们就做完了了 是不是应该很简单呢 希望同学都做得到 做不到看多一次 跟多一次怎么做 OK好同学加油 拜拜